嗨 大家好 我是May 欢迎来到我的YouTube Channel 今天来到宜兰这个可爱的地方 每次来到宜兰都有一种远离城销 金矿神怡的感觉 那今天May呢想要跟大家分享 结合宜兰美食以及运动的半日游Blog 而且下午啊还会有一个神秘的重量级嘉宾哦 那如果你对这集美食啊 吃的主题有兴趣的话 就跟着我开下去哦 位于台湾东北角的宜兰 穿越雪岁距离台北无需一小时的车程 一眼望去是绿油油的疗愈田园美景 淳朴的氛围使身心顿时放松 调剂步伐紧凑的都市生活 每次来到宜兰都觉得龙兴大悦的感觉 为什么呢 因为宜兰有很多很棒的美食 那现在第一站呢 因为我还没吃早餐 我们要去宜兰相当有名的 葱油饼还有花生卷 每次来这边我必吃这两摊 好那我现在肚子已经饿了 我们就赶紧先去吃吧 它看起来非常的澎湃耶 而且那个蛋啊非常的可口 因为我就是一个很喜欢吃蛋的人 那那个辣椒酱它是涂得完全不手软 这么Q就是它了 哇 它是会整个在你口中蔓延开来的葱香 就一定要趁热吃啊 你看我还有支杯手袋 谁先都有带那个半手袋 蛋白质加倍 但是这边没有卖就是贵特制的 这一家无忌花生卷冰淇淋呢 也是我来宜兰必吃的美食 因为来宜兰就是要吃花生卷冰淇淋 特别的古早味 然后这家它也是传承40年50年的老店 你看那卸磨的花生 老板这个动作呢 它应该是运用到非常多的前三角肌 还有小臂的力气 上背部可能也会用到力 我觉得是蛮好的健身动作 那因为现在疫情 所以我们还是要乖乖先戴上口罩排队 然后扫食联制 吃完葱油饼就要来个花生卷冰淇淋 我觉得今天非常的幸运 因为我记得上次我等了30分钟以上 今天很快就吃到 可能是因为冬天的关系 我不知道 但是现在呢 我一定要来吃它 这是我最想念的 我觉得它这个花生粉很酥香 而且配上香菜的香气 可是它虽然是那种古早味的冰淇淋的口味 就是它有芋泥 然后还有原味的冰淇淋 所以其实吃起来是非常的清爽 而且啊你们知道花生它其实也是有 优质的蛋白质跟优质的脂肪 所以我觉得它的甜度其实是算蛮低的 就是你会一整卷都想要吃完 它的饼皮也是特别的Q 有一些外面的花生卷 它就是皮很厚 里面又没有什么馅 那它是反过来 它是皮很薄 然后馅是整个 哇 给的超大方 好地 我们现在要来到宜兰有名的五峰崎瀑布 因为刚吃完早餐肚子有点胀胀的 很需要劲走 消耗一下卡路里 那我们现在来开始 运动手表记录一下消耗多少热量吧 耶 我很喜欢这条步道 因为它给人的感觉不会太过压力 它的步道是规划得很轻松 而且它旁边啊 哇 真的是吸水缠缠 然后你又可以闻得到 吸得到这个 来自森林的贝多芬 贝多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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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多金 好 我们现在来到五峰崎的入口 我非常喜欢这条步道 因为它规划得算是轻松简单行 难不倒我的 EASY 我觉得因为这个疫情啊 真的要学会整个心静下来 万物静观皆自得 下一句是什么 不知道 自己搜索一下 哇 好凉喔 运动手表记录结束 集满消耗200大卡的热量 刚爬完山感觉又有空空的肚子 可以来吃美食 刚爬完山感觉又有空空的肚子 这间餐厅呢 其实是MAY第一次来 因为我是在新闻上面看到 然后感觉宜兰所有的传统小吃 都聚集在这间餐厅里面 我迫不及待了 我们赶快去吃吧 谢谢 我觉得我现在火力全开ING 因为我看到这种小菜真的是受不了 像是高渣浦肉 然后还有那种芋头糕 高渣我没吃过 都是我很想吃的 你肌肉的肉质很Q弹 而且你是吃得到一整块肉 而不会是全部都是酥皮的感觉 而且我觉得它炸的方式也是偏清爽的 宜兰知名古早味佳肴西卤肉 是宜兰在地菜色 有煮的软烂的大白菜 香菇片 红萝卜肉丝等 上面铺满了满满的蛋丝 整体份量十足 不会太浓稠的清甜汤头 温暖入口 另一道招牌干贝芋头糕 金黄薄脆的芋头糕 馅料扎实充满芋头香气 以及干贝的鲜味 外冷内热的高渣 内馅原来是熬煮多个小时的精华汤头 我觉得我一开始以为它是牛奶 因为它自己去超滑溜 后劲的时候才会有一股咸味 外观像炸豆腐 咬下去比豆腐还滑嫩 入口即化 我觉得我刚刚被款带的实在是太饱足了 而且这个老板太热情了吧 他送我好多东西 那我觉得这间店啊 如果你想要吃宜兰的传统小吃 然后你又想要在比较舒服 比较明亮的环境 然后跟清明的价格 我觉得就可以吃到一桌很丰盛 然后又很满足的佳肴 推荐这间店给你们 好 嗨 妹妹 你好 欸 你是现场吗 是啊 是啊 我可以加入你一起运动吗 当然好啊 那现场你平常有做什么样子的运动啊 有啊 平常早上起来五点半至六点钟 起床以后就马上开始运动 啊 难怪你整个人看起来活力散发 而且身材维持得相当的好 那今天妹啊 准备几个瑜伽的动作 我们一起来挑战 GO 好 那我们都Ready好了 来到我们的瑜伽殿上 第一个动作呢 我们要做双人的深蹲 来 我们的两脚呢 大约雨肩同宽 好 那两手给我 我跟你一起做 好 那我们在做的时候 我们要挺胸 好 然后想像我们的屁股后方有一张椅子 然后我们慢慢的做 我们肚子收 对 很好 那我们注意我们的重心 不要太过的往前 我们在屁股再往后做一点 屁股往后做一点 对 屁股往后做一点 这时候会感觉到我们大腿前侧的燃烧 好 那现在我们的两手对握 另外一边的手转向 我们的后方做一个开胸的伸展 很好 来 我们换边 对 所以这时候 我们的下肢还在持续的处理哦 感受到我们宜兰 蓝天白云 微风徐徐 县长有没有感觉到大腿有一点微微的发力 有 对 好 那我们现在第二个动作 我们要练一点上肢跟核心哦 好 好 来 我们两手来慢慢的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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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爬到前方 对 我看一下你的动作 对 我们的身体成一个平板一样 这样可以 然后对 肚子这边再稍微出力 县长的肚子是有力的 好 停在这边哦 看10秒可不可以 对 10 9 8 7 加油 6 5 4 3 2 1 很好耶 好 我们不要动 来县长 我们一手伸出来 碰一下我 1 2 好 再一个 3 好 4 好 很好 来慢慢的两手扒回 哇 很棒 很棒 那第三个动作 来到我们的术室 我们里面的脚我们先站立 然后外面的脚我们做个弯曲 膝盖朝外 然后我们里面的手 对 伸直 伸直 然后外面的手 来 好 停在这边哦 我们来一起撑个10秒钟 10 9 8 7 县长还OK吗 6 5 4 3 2 1 挑战完全 可以 你问一下县长刚刚跟我运动完的感受如何呢 有感觉到运动量有够 然后呢 脚的部分有发热 有发热的感觉 有 那县长你比他的时候呢 有没有比较难忘的运动经验可以跟大家分享呢 我呢 每天早上起来赶快运动 赶快运动 因为呢 运动是无形的维他命 你如果有运动呢 这一天的精神都会很好 都整彩抑抑 所以县长都是用运动来开启一天的活力跟美好 对 我觉得县长的理念完全跟我一样 因为我也是常常在提倡每天都要运动的 对 最后一个问题 像宜蘭这么漂亮这么可爱的地方 我们县长会怎么样介绍这个好地方呢 欢迎大家来美丽宜蘭 宜蘭县呢 因为好山好水 所种出来的蔬菜水果都非常棒 欢迎大家 宜蘭真的太棒了 太棒了 不不及待了 我们还有很多宜蘭美食 来我们一起去尝尝吧 好 好 那我们现在呢 要用刚刚县长给我们推荐的 宜蘭当季食材三星葱 以及金枣 为各位制作一个三星葱蛋卷做 我们的金枣油醋酱的青食 做给县长吃 妹妹你很厉害了 刚刚呢 我们去捡这个鸡蛋 刚刚蒸下来的这个土鸡蛋 把这个三星葱 满葱结果紅 好 那我现在就来备料咯 待会我做好了 马上断给你吃 我现在是有点紧张啦 而且还是做给县长吃耶 但这些料理 我刚刚自己在脑中很随性的发想 刚敷下的鸡蛋 满满蛋白质 因为现在冬天嘛 麻油是比较温补 先把我们的葱 还有柴椒给炒香 好好玩喔 妹人生第一次在田园中炒菜 非常的有成就感 那现在菜差不多炒到上色了 马上要下蛋液 那现在转小火一下 那现在转小火一下 盖上锅盖 蛋已经差不多 熟了 金枣酱 加到橄榄油 然后再加一点巴塞米克醋 这个是自制的金枣酱油醋 对 这是三星葱蛋卷 卷用了满满的宜兰三星葱 富含优质的蛋白质 很适合当早餐 然后又搭配完全就是天然熬煮的金枣酱 对 超美味的一餐 好 那今天采用宜兰食材的May Fable 顺利的成功啦 今天一整天结束啦 吃了相当多的宜兰的美食 那当然还有结合运动 然后下午甚至见了宜兰县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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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县 不會太甜蜜 裡面的奶都很QQ的